全球现在疫情持续的在升温当中 尤其当中是印度 已经深陷了疫情第二波的大爆发 而台湾的本土个案 也不断的快速增加 这一次的确诊者当中 有特种行业的工作者 复杂的接触对象 让这一次的疫调更加困难 也因为当中有非常活跃的确诊者 确诊之前就已经趴趴走 让这一波的风暴持续的蔓延当中 但之前神童阿南德曾经说过 5月26号会有超级血月 血月有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会带来什么样的凶灾呢 待会都会带您来揭秘 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 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新童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前刑事警官高任何 新童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江中博 新童官员大家好 刚刚提到的超级血月 5月26号就要登场了 而现在其实全台湾 大家都在担心这一波的疫情 有没有可能会扩散当中 而且会不会进入第三级的防疫警戒 会不会真如阿南德所说的 对 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进入 防疫第三级的抗战 那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万华地区是比较紧张的 那包括和平医院 那现在是否可能会封院的话 成为一个不逃一的翻版 大家也都持续把焦点灌在那身上 但我们都希望这不要发生 可是却有一个预言者 从2019年一路就神准到现在 而他再次所做出的预言 就让大家开始有一点点不寒而在 这位是谁呢 就是你所说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印度有一位神童叫阿南德 阿南德他又说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卖个关子 先回顾他之前说的什么 然后他说的准不准 我们来看2019年 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阿南德当时语出近了说 世界会爆发一种疫情 而且这个疫情会一路从 2020年的时候开始大爆发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什么疫情 2020年大家应该会是一个 展新的一年 结果没想到他讲完没有多久 新冠肺炎疫情就从2020年的年初 在世界上到处蔓延 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怎么那么准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 就开始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可能来得快 去得快 没有 它反而让大家更紧张 因为在去年的3月 阿南德说这个疫情不会消失 而且画面中的他还讲会移入 这个疫情会严重到2021年9月10月 来 观众朋友快算一下 2021年的9月10月 等于是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 再过几个月嘛 对不对 那他怎么可能会在2020年3月的时候 他就能够省准的这样讲呢 那到底准不准 那你去比照2019年 他就讲了2020年会大爆发 那似乎大家真的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嘛 对不对 好 那他讲到疫情 尖峰会在今年的9月11月大爆发 可是前阵子他突然就加码说 他说5月26号要特别小心 我们来算一下 5月26号等于是他说高峰期 9月10月的前三四个月 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你说病毒要在9月10月大爆发的话 那的确他需要一个酝酿情嘛 比方说印度现在不就正在酝酿吗 酝酿之后 然后他可能才会全世界一个大破口嘛 那5月26号刚好那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呢 他要提醒大家要小心 因为56号26号是一个超级血月的日子 就是我们讲的超级日时 月亮会变色 好 那其实血月月时 在东方西方宗教观点来看 的确都是一个不吉祥的征兆 包括东方的宗教认为那是灾难的前兆 而西方的宗教者认为是黑暗力量的戳破 包括吸血鬼 包括恶魔等等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 大家在各两大宗教上面的看法 是不同的 但是都代表着邪恶与灾难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的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叫吴尊友偏偏 他真的这么巧在4月29号 30号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让大家 让大陆的很多的民众 触目惊心 他说大陆的部分城市已经检测出 印度变异冠状病毒毒株 而且他那时候讲话的时候 他语代保留 他说部分城市 他没有说什么城市 你知道他那时候这样讲 等于是间接的告诉你 印度 我刚刚说 这世界的破口已经有病毒 有可能会经由边境 经由入境进入到大陆去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讲 那你说到底是哪个城市 他又不说 好 那这个印度变异冠状病毒株 到底有没有被控制 也不说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但不说终究有人会去看 有人会去查 还有发病了 迟早会发病 后来果然在5月的时候 从重庆入境的三个人 他就发病了 被检测出来就是印度的病毒毒株 是 变种病毒毒株 好 那这么一推销 如果我们刚刚讲 一脉相承阿南德的逻辑 他说9月至10月会大爆发 然后5月是酝酿情 现在刚好是超级血月 而就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大陆的流行病毒株专家 也证实说现在有 印度变种病毒株进入了大陆 结果大家再去翻了一下 过去的资料 发现过去 曾经有一个民间的高人 他预言过这段话 真的啊 大家再去对照 他说人间下一波的疫情大爆发 将开始于印度 不就是现在印度啊 对啊 然后温神带兵再次转战 中国大陆再去对照 吴尊友说的话 现在很多大陆的人 开始在担心了 有没有可能印度这个破口 加上阿南德的预言 加上吴尊友的证实 大陆有可能在9月10月 就是阿南德口中所说的 那病毒再起的高峰地区呢 好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的是一起刑案 这是国立中正大学 刘姓女大神 她已经失踪了14年 当年呢 其实家属就怀疑 她的软性男友 应该是涉嫌非常重大的 但是迟迟都没有证据 大家没有想到 这一名软性男子的阿嬷 6年前跟这个女生一样 都是离奇的失踪 就像是人先蒸发一样 后来警方逮捕她 她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究竟是不是她杀害了阿嬷跟女友 其实这件案子现在 充满了疑痕你知道吗 因为她的阿嬷在七年前失踪 对不对 她的女朋友 就是这个流星女子 她在14年前 离奇就失踪了 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已经扣向她 对不对 所以警方前几天就把她逮捕归案 可是你知道吗 她把她逮捕的时候就很夸张 把她带进中庭 她家的家里面要去搜索的过程之中 她竟然跟保全露出那种很诡异的笑容 你知道吗 后来警方把她带出来 要在那个电梯里面 问她一些问题的时候 她又在电梯对着那个监视器 又露出了一抹微笑这样 后来把她带出来之后对不对 要上了警车之后 她那个时候又跟中庭里面的人打招呼 脸上又露出那种很诡异的笑容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 你不是有搜案 现在警察12个刑警 押着你走的时候 你看我们看这个方面 对 她现在神色匆容 竟然还露出那种微笑 人家就讲说 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神秘微笑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说 其实这个阮性男子 她从小就有一些很奇怪的 行为举止出来 因为她爸爸早年在她8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喝酒意外 就摔死之后 她妈妈就离家出走 又改嫁给别人 所以是由她的爷爷奶奶把她带大 那爷爷奶奶是退休军人 所以领有退休奉 所以把她一路很辛苦的把她带大 可是你知道吗 她妹妹之前就出来讲说 其实她们小时候 她曾经捡过一只猫回家 那只猫捡回家之后 隔天怎么那只猫 怎么找都找不到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她等这个猫带回去的话 捡回去要干嘛 干嘛 是把她肢解杀害掉的 她不是拿回去养 不是 她是把她肢解 干嘛 她是想要读医学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个猫很残酷 在她小时候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了 好 那接下来 长大之后她更夸张 她竟然在2014年伪造文书 侵吞她阿公的遗产你知道吗 伪造文书还假借她的 她的阿嬤跟她妹妹的名义 签了一堆本票 要求法院给她奖制执行 就把这个钱 后来还盗领她阿嬤的存款 你知道吗 所以她就觉得很奇怪说 可是更夸张的是 她盗领存款之前 她阿嬤竟然就失踪了 你可以领紧 领紧 阿嬤的文义 对 领紧 领紧 那个时候后来就觉得很奇怪 不仅她盗领阿嬤存款 遗产之外 你看她阿嬤不是军人 退休凤 每年都退休凤 进到一个存折里面 那里面的钱早就被她领光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很奇怪 她妹妹当初就质疑她说 有什么阿嬤的钱 你也可以领走 对不对 那应该是留下来 因为阿嬤至少现在还不知道 死了没有 她只是失踪而已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 好 她一听之后就很火大 竟然对她亲生妹妹 两个相依为命一起长大了 她怕她鼓梁 那个什么 鼻梁骨折你知道吗 而且更夸张的 竟然拿电极棒还逼着她 还从十五楼的楼梯 往十四楼这样往下推 你知道吗 她个性很凶残 对啊 幸好她妹妹 那个时候抱着她有没有 两个人才一起滚下去 邻居发现 才报警赶快把她处理 而且后来她要跟她讲说 她曾经 她妹妹也展示那个手机简訊 她曾经跟她哥哥讲说 你也对阿嬷比较好的 她竟然回她什么时候 我对她已经够仁慈了 好 那我们现在讲回来 这个刘静女学生的话 那个2007年那一天 就是因为她在庆生 回家 回彰化 她住彰化 家里面帮她庆生之后 那你不是要返回学校吗 回去学校 黑影系 她爸爸那天还带她去火车站 坐火车回到明雄你知道 可是从此之后 这个女学生就不见了 那同学很奇怪 已经毕业在即要考毕业考了 而且谢思彦前也脚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她突然间会失踪 而且那个时候唯一一个 最有嫌疑的就是这个软性男子 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在交往 对不对 所以警方就把问题就留在这里 好 那警方刚才讲说 到这个软性男子家里面去搜索 搜索到什么 之前一度传出来说 曾经有在家里面住处 搜出骨骸 对不对 可是后来证实 那是一个女性的牙齿 那这个女性的牙齿 究竟是她阿嬷的牙齿 还是这个流行女子 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刑案里面 都会发现说 今天如果杀害了一个最喜欢的人 或自爱的人 有没有 她通常会保留她身体上的一些器官 或者是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牙齿 现在警方现在进行一个比对 对 她到底这个牙齿是她阿嬷的 还是这个失踪的流行女学生 如果一旦比对出来有证据的话 这个案子应该就有一些眉目 那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 这个女学生 失踪14年 其实最辛苦的是谁 最可憐 我觉得她家人 对 你知道吗 从她失踪之后 她爸爸一直不相信 她的女儿失踪 而且他们那时候去求神问补 那个神明都跟他们 降师都讲说 还有我 那降师有希望 对 就抱着这一丝的希望 你知道这个流行女学生的爸爸 竟然连续45天 每天在彰化 她工作完下班之后 就开着车到母雄 这个女学生租屋处 就在楼下坐在那边等 等到天亮 连续45天 她就觉得说 我的女儿不可能就这样消失 对不对 因为她留在最后的印象 就是说她回家之后 全家人帮她庆生的那个画面 她怎么可能会相信 女儿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案子我发现警方 应该要赶快努力的侦办 到底这个软嫌的奶奶 还有这个流行女学生 她们现在到底身在何处 刑案终究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起案件 这是23年前发生在台北市闻山区 有一个电脑维修行的老板娘 她被歹徒刺杀了20多刀残死 那么警方其实只在现场 采集到了一枚鞋指纹 但是抓不到凶手 据说这个命案发生之后 这个店面其实有承租给很多的房客 不过大家都在里面发生了一些 诡异的事件 要来问一下警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案子发生在1997年的4月8号 那天下午我在我们分局 那是文山二分局的刑事单位 我里面值班 那值班那天大约下午4 5点 我的组长姓洪 他就说任何你开着车 带我去我们其他的单位查勤 那我把车子从景美分局开出来 往警钟路右转 左转就是消防队 一刹那那个无线电 车上无线电叫得很急促 就紧急资源紧急资源 在景美街 离那边有一所大学 4X大学 旁边就是一个桥 我那时候在那边念书 这个案件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很深刻 我把车停在景美国小 我跟我组长两个人步行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 好几部的救护车 还有一些我们摩托车 线上巡逻的 那我到现场去的时候 里面一看到一个玻璃的门窗 她是一个电脑公司 报案的人她是书信女子 被害人的一个先生 那我看到地上的血不夸张 大约有0.5公分厚 流这么多啊 都是厚 几乎黑色变成咖啡色 然后桌上 电脑上 地上躺着一名女子 侧脸趴在地上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她 眼睛瞪得很大 那整个墙壁那个血 不是这样喷溅的 就像你拿的墨汁 整个往墙壁上泼 那下手要很凶残 才有可能这样子啊 第一个 她伸中27刀 每一个颈部的地方 是 她颈部有7刀 看得到很深的洞 那伤到大动脉的时候 那个血会乱喷 所以整间房子都是血 那因为整个地上都是脚印 有救护人员的脚印 有她先生的脚印 那脚印它有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案发现场的时候 这个女者 那个死者 她还没有被杀的时候 她的脚印在血则的下面 但是血流出来的时候 凶手要离开的时候 会踏着脚印离开 对 还有救护人员进去的时候 会踏着脚印进去 所以脚印 因为踩来踩去 已经没办法踩到任何的激震 所以激震就没了 没了 那第二个在塑胶带上 一个塑胶带上 我们那时候有我的老师 谢松散他率领 我们就是台北市监视小组 到现场来 他们第二波接我们 现场做踩震的时候 塑胶带上踩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指纹 一个实质的指纹非常明显 在桌上还有抽屉 踩到了三枚不完整的指纹 根据现场 它是有大约七万多块的台币 不见了 因为他先生送货回来的时候 发现抽屉里面的钱被拿走了 有指纹没有特定对象 你没有办法掌握到底是哪个是凶险 所以这个案子就延宕了一段时间之后 长性男子就是太太被杀害了 他也心情不好 就收一收屋电脑公司了 是 房东还是要租啊 是 你那个实弹二十几年前 没有什么叫凶宅要告知啊 所以当时他一样招租 比如说他有开了一个槟榔摊 是 那以前槟榔摊它是24小时 那晚上都有个槟榔小姐在顾摊 对 那他会觉得他顾摊的时候 那个电灯啪 熄掉了 那以我们警察的角度说 把他这个房子老旧了 接触不良这没什么 可是邻居跟他讲 你这个家以前死亡人啊 怕也怕对了 害怕 害怕一次两次就不想做了 是 马上再换个 租给个外配 做越南的一个小吃 对 也是莫名其妙的 会听到蹦蹦蹦的声音 他觉得因为很多外配 他不信这些东西的 也是经过左右邻居讲 你那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案子 女生一个人固定会害怕 也不住了 最奇怪的就是说 其实我讲很多报导都有在报导 他的隔壁 因为他那个房子是老旧的房子 所以隔音也不太好 那他隔壁住的一个姓李 木子李的一个健身教练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女生在哭 在啜气 然后健身教练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直接敲了墙壁 碰 碰 碰 敲了墙壁 他说你在哭的这个人 你是不是被杀害的那个女生 他还这么大胆 对 很大胆 他说如果你是被杀害的那个女生 你晚上来找我托猛 有吗 没有 没有 这样可能不是 对 那过了两年 这个房子就是陆陆续续出租 陆陆续续出租 到了有一天 一个姓王的男子 这个姓王的老板 他住中和 在新北市的中永和 他本身在做茶叶的行业 从中永和跑到这边要来租房子 他在中永和做二楼 他的店面在二楼 那他就晚上睡觉 梦到有一个人拿一张纸条给他说 你去景美街哪个地址来租这个房子 这么玄奇 然后他真的照地址就来了 他就照地址来 打给张姓房东 房东跟他讲这个发生什么事 他说没关系 我就是要租这个地方 他搬进来之后 晚上睡觉 他说梦到一名女子 跪在他的前面 说可不可以请你后面的一些无形的 来帮我做主 这王姓的男子回答他说 你的案子不是我在正办 但是有一天会还给你公道 我只想来好好工作 结果他一工作工作17年 很顺利在那个地方 前面都怪怪的 17年 到现在还在工作 但是很低调 他完全不提这些事情 我刚刚讲2015年的时候 刑事局有一套机器 冷暗处理中心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 一个我们的记证 是一个女生姓高 啪 一声 他说 对 他都自己讲说 他是个姬婆姐 结果比对到了 比对到一个姓饶的一个男子 比对下来之后发现说 这个饶姓男子 他2006年曾经有吸毒 那吸毒什么 我们刚刚讲 被抓了 会拆指纹 对 他2000年去服役 2006年吸毒 有被采指纹采到了 所以比对出来有12个 共同点是 就是这个饶姓男子了 可是这个饶姓男子当时在哪里 在新庄做水果批发 带着他的同居人和两个小孩 那文商热分局 就专业人员跟刑事局专业人员 去到新庄 准备要逮捕他的时候 在路上直接跟他 刚好他带着他同居人跟两个小孩 就直接跟他讲 这19年来你睡得好不好 先这样子问他 对 他弄了一下 就马上说 没错 那是我干的案子 而那一天是1月26号 1月20号 发生的时候是4月8号 是 差两个月 又几天就刚好满20年追溯期了 所以在追溯期之内就抓到他了 对 那到我们现在没有所谓这个追溯期的事情 当时的时空背景还有追溯期 20年 他就没事了 他就出来讲承认说 我就是凶手也无罪 所以他当时被逮到 因为他当时只有15岁 有减刑 他也还了那个常先生 家属200万 所以当时判了他11年 应该也差不多快关回来了 好 真的做坏事 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另外要再看到的是 我们知道在北韩 你只要忤逆金正恩就会被判决 那么你偷看韩剧 也会被枪决 不过你知道吗 女艺人拍迷片也会被枪决 但之前就有一个国民女星 她偷偷拍了AV影片遭到了枪决 但北韩是拍这种清凉影片 北韩的邓丽君 玄松岳 怎么也不会被枪决 是 最近北韩的爆料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你知道北韩有一个法 叫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 讲白话一点 就是你觉得不可以 被外来的西方文化 或者是我们的竞争国 南韩的文化所影响到最后 你想反动 有这个法 那我们现在不是用命在换 看这个南韩连续剧吗 好 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怕了 其实北韩早年有一个 清纯派的国民女星 清纯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叫辩美香 他有多清纯 你知道当初他一炮而红的片 演的是一部北韩的女军衣冠 为国壮烈牺牲 怎么样 够不够清纯 够不够正派 够不够让大家觉得 她是国民女神 好 他后来轰击一时的时候 他曾经拍过一部片 好像是什么女学生的日记 还能够到这个 看城影展去播出 是没有得奖 但是以国外参展影片去播出 这样的人在北韩应该享有一个 一定上的文化地位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这个爆料者就讲 他说后来就有一个军二代 可能也许是连拐带片吧 一个军二代 他是一个富商 他就找了变美乡 去当AV女優 就你讲的迷片 英文叫Pong Pong 迷片 去当AV女優 这跟我刚才讲的玄松岳拍的那个 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拍了这个片 为了怕在国内流传的话会有事 所以他们是出口到国外去 别人看不到 对 卖到国外去 看不到 的确还真没看到 所以好像神不知鬼不觉 骗骗 骗骗 这爆料者就讲 这部片里头有一幕场景 就我们讲这个AV 迷片里面有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 所以我挂了一件外套 然后那外套上面 有北韩领导人授予的勋章 那人家一看 那就是来自于北韩 不得了 就查 结果北韩就开始查 因为我们讲这个是 20一几年代的时期 就查... 结果后来查出来 抓到人 抓到人 抓得到 一倍 北韩是动用北韩国家的力量 去抓这些拍迷片的人 大家来看 军二代 除角型 摄影师 那女主角变美香呢 当时她是悬而未决 上头没有对她做出处置 但还以为说她可能逃过一劫 不 原来上头之所以悬而未决 是怎么样处决她 才会让大家看了心惊胆战 后来在众多演艺人士面前 就把一堆演艺人士叫过来 你们通通过来 大家也想说 下面一带几世 有什么典礼还是聚会 没有 观看那个处使典礼 好 那你现在知道 便米香的下场是这样 大家又年轻一代的 就会想到 旋松岳之前传出说也有拍了 性感的影片 他就没事情 他不但没事情 要高声 你知道吗 你知道旋松岳 大家都晓得前几年 因为传出有拍这个不雅的影片 然后很多人说他被处决 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出来 消失一阵子 对不对 就后来他再出现的时候 既然他进入了北韩的权力中心 他现在所担任的官职 相当于文化部长这样的一个官职 那大家就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他逃过枪决还升官 后来大家就开始去查 就翻出了一段他的罗曼史 所以他们觉得旋松岳之所以 不死不降反身 不死反超身 反活更开心 原因是因为金正恩保他 其实当时就有人就讲 金正恩是什么时候 回北韩的 2000年 千禧年 他当时从瑞士留学回来 回来之后他就进入了 金日成大学念书 结果他就在那个年 那个年 遇到了玄宗岳 玄宗岳那时候年轻 他是我讲的 他是电子乐团的歌手 有一次他跟他爸爸金正恩 去观赏玄宗岳电子乐团的表演 一见钟情 旁边的人就提醒这位太子爷 人家有男朋友 男朋友男朋友要怎样 照样只要他们那个电子乐团的 那些有聚餐 有活动 他都去参加 要追求人家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想要进水楼台先得乐 就后来真的两个人就勾搭上了 在一起 对 就在一起了 可是到了2006年 突然玄宗岳就隐退 退出电子乐团 然后没多久了 就嫁人了 有人就说对啊 那怎么回事 人家就讲说 因为在这六年当中 2000年到2006年当中 他爸爸反对 他爸爸觉得奇怪了 儿子阿恩 你怎么可以跟玄宗岳在一起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2006年 玄宗岳就黯然离开了 金正恩 然后后来就退隐了 隐退之后就结婚了 可是呢 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后来发现 到了2011年的时候 2011年 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恩走了 走了 没有老爸管了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把 地下情变成了半 半知情 地下情变成半知情 半公开的状态 然后带着玄宗岳等于说就是 让大家都知道说他就是我的 重要的女生 重要的女性 伴侣这样子 就无独有偶的 2012年当时玄宗岳在台上表演 被人家发现一口八道 然后后来没多久就产下一女 人家就讲 那女的爹可能就是金正恩 好了 踢完这扑朔迷离的罗曼史 从2000年一路讲到2012年 而且还起起伏伏 一下可以在一起 一下老爸反对又不能在一起 后来又隐退又结婚 后来又生小孩又可能是金正恩的 就有一个人出来讲话 北韩有一个部长级的人出来爆料 所以你都欧白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然怎样 就是我刚刚留下伏笔的 她说其实玄宗岳之所以能够 一路扶摇直上 她的爱人不是金正恩 是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恩 这太扯了 这版本升级了 这个部长级的爆料怎么讲呢 来 我还原给观众朋友听 她说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 金正恩跟她的父亲金正恩 去看了这个电子乐团的表演 就是歌手这个玄宗岳在唱歌 她的父亲对她一见钟情 所以就和她就变成了 地下情 她在外面的感情很好的红份之景 那所以金正恩跟玄宗岳根本 从容到尾没有任何关系 是她爸爸 而且她爸爸那时候 为了要捧玄宗岳 曾经下过这个令 大家看 她说只有玄宗岳唱的君妈的姑娘 学推口扫的小伙子跟未来很美丽 这三首歌可以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其他人唱的歌不行 对 不行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那可是要有正当性的 对不对 只有她唱的歌可以 好 那如果说他们两个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段 那金正恩他不是有一个 国母 朝鲜国母的母亲 叫高英姬吗 那高英姬被放在何处 你知道当时很多人就讲 金正恩绝对不可能跟玄宗岳在一起 因为如果是这样 你把女学主放在何处 那同样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把他 另讲成说他是跟金正恩在一起 你把高英姬就是金正恩的母亲 放在何处 有人就说没有啊 其实当时金正恩 他本来有盖了一个叫 万寿台的剧场是送给他的妻子 也就是他的母亲高英姬 因为高英姬是万寿台剧场 舞蹈演员出生 他是盖了一个万寿台表演的这个剧场 送给他的妻子 可是后来他妻子走了 死了 你知道吗 他父亲马上就把这个剧场 转送给玄宗岳隶属的电子乐团 然后把里面他母亲原来出生的 那个剧场给赶走 但是我先声明 这是这个部长级的人的爆料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在北韩老一代的人 只要在提到玄宗岳的 这样的一个八卦时 他们都会说 玄宗岳背后的男人 不是金正恩 是金正玉 是金正玉 对 英雄 暗 启 好